接着我们到台东 台东的种畜繁殖场发展了 因为培育蓝羽猪成为我国第一个 以畜产动物转型为生产供应实验动物 并且获得国际认证的单位 二三请接牌 农会主委陈宝基 21号到台东种畜繁殖场接牌 因为台东种畜繁殖场培育的小型蓝羽猪 今年2月获得国际实验动物管理评件 及认证协会的认证 我们台湾所生产的迷你猪当作实验动物 是被国际所接受的 我们发展生意产业 制药产业 以及各种疫苗的产业 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蓝羽猪的生活环境空间非常讲究 不仅播放音乐给猪听 夏天有冷气空调 冬天也有暖气 让成长过程保持最完好 最健康的状态 我们的设备都是民国63年所带的 都是老旧作社 所以我们必须要 要在既有这个基础下面 然后去翻修它 然后顺便要把它符合到 动物能够生长良好 近几年蓝羽猪除了应用在医学研究之外 白色的外皮也会应用在 种型外科的实验上 成为国内知名实验用小型猪品 这次能够获得国际认证 对于种序繁殖场来说 是很大的肯定 更成功提高了台湾育种技术的能见度 联邦报由聪光台东报导 主要是最大的肯定的